哈喽 这甲的表 我这穿上来的 你看看 我听到 我上次给网上监听了 一个牙齿基础啊 一个是基础啊 这你过来我看 你帮我监听牙齿看 这看着包装确实是假穿了 这为什么要卖 卖不以前要变现金做生意吗 生意好嘛 生意好 人家多 消费低 哈哈哈 变现金 呃 那是在 这疫情对你没大影响吗 反正这修车对我这方面也没多大影响 现在外面抛外面 各家户又对外面抛 主要车是交通方面嘛 那是嘞 你这个确实货比较多 哈哈哈 变为现金 进来货 干大一点 对 想做大一点 那是 那是有啥说是啊 这做生意 这要试着啊 手会低 然后手以好啊 这肯定会做大了 但是你刚才说了 这给网上监听的基础啊 对啊 他给我说 那不贴了 老哥 你这个都是整的 整的不加 但是这是过去的以员活币 以员活币的情况下呢 虽然说党是的价值能支六七百块钱嘛 他发行量还是很大的 你想大多都记忆没发行 你想那记忆没了东西 他能支几十万吗 那种东西啊 那种啊 都是骗人了 让你过去了之后呢 骗你各种费用 让你检定 到最后 但是像我们手上一冤了 他的检定证书 我们又不认可 那个检定证书还不便宜 都掰去了 你这个小偷 我能给你骨架的话 原子原味没问题 能给你鼓个七八百块钱 这就是他的实际价值了 老哥 再看这个吧 这个是大头 就我刚才说的 发行记忆没了 你这个大头 你看这个鸳巷上面有很大的磨绊 但是有个小斑面 这个面有个断鼻 断鼻面 断鼻面的话能价格百十块钱嘛 但是磨绊大也会降钱 这个就是一千稍微多一点吧 一千一 背面也没问题 这能给你走到一千一 再看这个吧 嗯 这个的话也是大头 但是这个位置有个很大的壳碰 然后这个连上有个花场 这个的话 瓶巷有点磨 也会降钱 但是呢 你这个确实都是假装的 这个一颜楷闷 这都没问题 这个能给你走到一千二 别上那那口啊 那你这没有办法 你想活币嘛 梁大它就不会特别之间 然后再看这个吧 这个是湖北龙 湖北龙样的话是所有龙样里面最便宜的 你这个位置有个储 然后再看你龙这一面吧 龙这一面的话也是原子原子老宝江 龙林莫广了 有些啥吧 有些这个湖北论的龙林啊 都不好ms级也不好 这个的话能给你鼓到两千 没有问题 四个加一块的话也 就五千块钱上下 这五千多吗 那你没办法 肯定离你预期的七十万 真的呀 差了太多 但是 你这说的不加 这个一百多年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 物以喜为贵 梁大他就这个价位 报的都是比较实在的 市场价 他那种都是骗人的 我建议你悲屈了 去了之后啊 都是竹篮大学一张孔吧 然后呢 你要不信的话 可以拿着夺去问鸡甲实际店 像我们一个报击白 他们一个报击兽啊 你还是做生意的 这不正当啊 有点 确实也有个礼服了 哈哈哈 你这看的都没有问题 都是假穿的 冤纸 原味 老宝奖 平像吧 还说的过去 不懂平像 然后你就算二十五年一代人的话 现在得穿个将近四五代人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穿甲包 一代一代穿下去 如果说真需要边线啊 可以考虑出售 如果不需要啊 不着急用线啊 就穿给滋润胡带吧 因为这个东西啊 有料也少 无法再整的东西啊 它自然而然会省 你看呢 老哥 给个建议呗 老哥 赶紧清楚了 你省心那么好 咱还不缺着无钱管店 这个穿正意义比较大 还不如溜着 总啊 我去穿正下就行了 好好保证 别怕它弄上弄花了 赶紧你看 我赶紧说的 花长可不得都会讲假 用个未准枝 或者说抱枝 保着的就行 啊 继续唱 是嘞 是嘞 那这还还还给你 好好好 谢谢了啊